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建议 本港访效内地城市推行强制全民检测 希望尽早做到内地本地零感染 令到边境能够重开 本地经济也能够重拾动力 上个月为期14日的普及社区检测 超过178万个样本找到32个患者 第三波疫情之后未断尾 政府最近提出进行大规模而且彻底的检测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接受本台访问 建议立法实行强制全民检测计划 实际运作和上次差不多 不过不检测会有罚则 强制性隔离再加上一个自愿性的大规模检测 是不能够解决问题 所以剩下一招就是全民 要做到全民就是强制性的 最好理想的就是我们做一个全民的 虽然不是强制性 但是大家都很配合 大家都来 因此750万人 个个都做完 但是现实说不如要知道 我们要做强制性的一个检测的话 就需要有罚则 上次有一个非常好的预演 可以做170万人的检测 到底需要有多少的点 有多少内地来的医护人员 香港有多少医护人员等等 他说内地疫情缓和 绝对有能力再派支援队 他帮特区加大检测 上次普及社区检测 政府花了5亿多 有意见质疑成本效益不高 梁振英认为相比经济 因为疫情持续而受到沉重打击 全民检测费用应该花 内地任何一个城市之间的交流 他们会重视香港是否已经做到清零 我们自己清零了 都不需要戴口罩了 也都不需要有任何的社交隔离令 香港就已经生翻了 不单只经济可以生翻 即使整个社会的氛围 都会被现在生气出现 如果由之前原检进检 变为一定要检 会不会有更多的反弹呢 上次人抹黑说内地医务人员 採取了外面之后 会取得了香港人的DNA 回到不知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用途 这个我相信现在没有人相信 然后上次有些人说 原来很不舒服的会痛的 现在大家都知道 已经有百多万人做了 没有这样的问题的等等 整个流程经过上次 我们的做法其实大家都很清楚 也应该比未做之前更加有信心 无线电视记者在理想圈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